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是旧式屋邨 还是井自营的公屋 虽然香港人很熟悉公屋环境 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 应该挺新鲜 我自己就未住过屋邨 都想像到应该挺好玩 全部街坊都认识大家 有一种很独特的人情味在里面 之前去介绍大埔街市 试吃一些奇怪的东西 有一个大家明白可能会给一些外国人有惊喜 现在最后一站是公屋 那为什么会选介绍公屋呢 平时去中环看到很多高楼大厦 很繁华 很多金钱堆砌出来的东西 但是其实在香港可能有三百万人都住在公屋 平均三百五十尺 一家四口 对于外国的游客来说 他会觉得原来很难想像 尤其是他们外国住惯 正常常的房子都可能前后花园 对 前后花园二三千尺 他就会觉得物质质的怎么住呢 其实是想告诉他们 其实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 还有大部份的香港人都是用这种方式去生活 他们会很惊讶 原来走进来公屋 每个人会打招呼 原来还有安全保护 他们觉得原来是可以 所以就算不是有钱人都可以那么安全 住得那么有尊严 就是我自己是想带出这种东西 会不会和隔壁伦社的关系很好 都会的 比如说你没有米 就问隔壁借米 小时候可能妈妈都辛苦 照顾我们三个小朋友 有时要到家买菜 可能隔壁伦社帮忙看着 这些伦理的关系 都是香港公屋的特色之一 我觉得 想问问你Mandy 其实这条村和其他的 会不会有很大的分别 其实分别就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特色就是有几种不同的设计 例如我们现在身处这里 就是这个比较旧式的井字形的设计 在80年代初起好的 井字形的设计它的好处 就是因为以前的人没有冷气 所以井字形的设计可以帮助通风 这样就更良爽一点 而且以前始终70、80年代 治安就没有今天那么好 所以有井字形的设计 大家都可以看出去 知道走廊在发生什么事 对于这个安全都有帮助 但是它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私隐 因为你看到出去发生什么事 就是别人都可以看回来 知道你家里面发生什么事 还有这个心理状况 好像有些少少坐牢的感觉 所以听说 自杀率是稍微高一点的 这个不是官方数字 但是他们只是用了这个设计 用了在几栋楼 香港很少的楼 然后他们很快就改了 Mandy 我知道你在大埔长大的 如果要你形容大埔 形容新界 你会怎么形容它 一定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每个街坊见到大家都很开心 有时在市区你会觉得 为什么那些人好像很匆忙 然后又好像不想你到处发生什么事 那大埔的人就多了一份轻松 游闲 还有他们都很关心大家 那我就很喜欢这份人情味 在这个大埔里面 尤其是 在新界住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我觉得空气又好一点 又少支车 还有你在港岛很少有机会 可以踩单车四围去 但大埔是 个个都会有一车在手 但是搭车 去到哪都可以踩单车 就是比较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模式 最多的地方 是 对 这些人 都可以踩单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